哈喽大家好 这是司机的最后车上 在广州车展现场 为大家带来的抢先报道 我身后的这台是杰尼赛斯的GV70 我对杰尼赛斯这个品牌 其实是非常好评的 因为它的车开价量很棒 车看起来很精致 可惜的是 最初引进的都是高端车系 GV80和G80他们的售价还是相当高的 现在G70和GV70终于都进来了 卖的最好的自然肯定就是这台GV70 毕竟中国消费者对SUV还是很偏好的 但是你看这个中网 是不是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它是一个全封闭式的 那么意味着这台车 其实是一个纯电版的GV70 那其实它从外观来看 和之前海外已经发布的GV70 主要的区别还是就集中在这个中网上 包括尾部没有排气管 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我们简单先看一下 这台车的一个外观设计 首先这个车头是非常加速化的 加速化的头灯 加速化的隔山造型 连发动机上的这些棱线也是加速化的 虽然说是分闭式隔山 但是它还依然采用了这种菱形的网格 这个细节还是挺用心的 那么它的侧面 同样是我最喜欢杰迪赛斯品牌设计的一个地方 最明显的自然就是这一条往下压的腰线 以及这个有点类似于 Shotting Brake 非常不SUV的一个尾部的造型 要知道这种雪茄型的一个车身侧面的视线效果 是一些比较早期的一种欧洲车 或者是更加豪华的兵力劳赛斯的级级别的欧洲车 才会去使用的 那么现在能够把这种欧洲古典的汽车设置美感 在一辆韩国车上还原 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而且你看这个轮胎的配置 和普通的燃油版的杰迪赛斯也是不一样的 它用了一个浩月的轮胎 一般的普通的燃油版的杰迪赛斯都会用米其林的PS4 那么这个车用浩月 也是考虑到这台车作为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续航的表现 卡前依然还是大尺寸的Bermo 看上去还真气不错的 它的尾部同样和GV80一样 也是类似的一个家族设计风格 我觉得从尾巴看上去 这台车的辨识度真是高 那么希望外观看上去很个性化 很与众不同的消费者 一定会喜欢杰迪赛斯的设计的 那我们再来到内饰去看一看 最近车内我们会发现它的内饰设计风格 跟GV80有相似的地方 但是更大的是不同的风格 因为它们的布局其实是一样的 全新的仪表 然后长长的带鱼型的一个中控屏 然后这边有一个空调的控制区域 然后马鞍卫其实是更类似于现代和奇亚的一个品牌式的设计 那么内饰设计上我觉得GV80是凸显出一种雍龙华贵的豪华感 而这一台GV70它的内饰看上去更加年轻更加动感 有更多的运动的味道在那里面 当然我这说的其实没有看来的直观 大家可以看它的一个内饰空调 我自己还挺喜欢这个内饰的 说真的后排空间并不算特别大 你可以看到我的腿部空间其实还是比较局促的 那么它的地台作为一台纯电动车并不算高 中间基本上是全平的 不过座椅角度可调角度非常大 你看这点给个好评 后排空间我觉得并不是杰尼赛斯这个品牌的一个主打 这台车更多的意义是一个偏个性化一点 偏自己驾驶的 就跟G70一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定位 那么这台车现在它的动力总成 包括它的电池信息其实都并没有公布 那么我猜一下 我在这边猜一下 它其实跟现代的爱尼克5 它是同平台的一个产品 来自于EGMP 那么那台车一个顶配的四驱版本 是搭载了一个300多马力 600多牛米 可以将百公里加速压到5.1秒左右的一个双电机系统 那么这台车其实双电机版也不出意外的话 依然会搭载这一套动力总成 那么它的续航最长据说是可以达到500公里左右的 那么其实这台车在动力总成上相比于奔驰和宝马的产品呢 那就有优势了 你看它的输出比HR3或者奔驰的那些EQA EQB都要来的大一些 再加上这个非常漂亮精致的内饰以及漂亮的外观呢 我觉得这台GV70 EV版本说不定是豪华性能元界的一匹黑马 好那感谢大家收看 大家期待我们在车展带来更多的新车报告